朱婷加入斯坎迪奇之后的首个冠军到手 但是接下来仍有一甲联赛的重任在身 接踵而至的一甲季后赛将是斯坎迪奇冲击欧冠资格的重要之战 根据意大利俱乐部的欧冠名额分配 常规赛冠军自动获得一个欧冠名额 如果总决赛冠军和常规赛冠军是一个球队 那么总决赛的亚军将获得欧冠资格 常规赛排名第二位的斯坎迪奇与竞敌米兰 诺瓦拉和基耶里竞争欧冠资格 并且有可能与未免冠军科内利亚诺争夺总决资的冠军 这两个目标欧冠资格相对好拿 只要科内利亚诺或者斯坎迪奇其中一个球队进冠军军决资 斯坎迪奇就直接获得欧冠资格 至于一甲联赛都知道一甲无弱旅 斯坎迪奇正常发挥应该是亚军 打好了可以冲冠 打不好在豪强伶俐的一甲什么结果都有可能 此外女排欧联杯的决资已经结束 斯坎迪奇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冠军 这也是他们球队的第一个欧联杯冠军 所以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拿下欧冠资格 这样三年三的台阶必然是一段假话 而这其中必然少不了朱婷的作用 因此才有更多的人对MVP没有给朱婷而耿耿于怀 其实这并不是空口无凭 欧联杯球员的数据已经出炉 我们不难发现朱婷的确要出类拔萃一些 朱婷参加的十场比赛一共是34局拿到了162分 位列所有球员第一 安特罗波瓦12场比赛38局拿到124分 总得分排在第二名 所以谁的得分能力强一目了然 在扣球成功率上 朱婷以51.76%排在第七位 安特罗波瓦46.97%排在第13 扣球效率上朱婷46.33%排在第3 安特罗波瓦32.20%排在第15 而且朱婷还要接更多的一船 体能上的消耗最大 于情于理这个最佳都是朱婷的 不过看到瓦尔加斯在排抄的待遇以后 我们或许又能理解 毕竟对着朱婷这样的MVP收割机来说这不算什么 朱婷现在是名誉有了 状态恢复了 钱也挣了 所以他或许不太会介意这些 同时我们也比较关心姚迪的表现 他的数据不是很抢眼 一共参加了9场比赛33局传球效率为38.50%排在第12位 球队的另外一位二传底尤里奥11场30局效率41.24%排在第9 不过姚迪每局主打的时间更多一些 目前斯坦迪奇还有季后赛的任务 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也希望朱婷和姚迪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